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金虹台上 弟子黄毛请给您请安 我是一个卵巢癌 现在是结肠癌 请师父我是60年的老鼠 请师父帮我看一下身体情况 要不要化疗 念几张小房子了 就是我学习你发明以来 念了一千多张 你好像家里还找了个谁帮你念的 就是这一次我在做手术室 统修帮我朱连来 有一百多张 那以前是我一千多张是自己念的 七几年数什么呢 60年数数的 卵巢癌没事 铁巢癌在运作 在扩散 是还在化疗 你的肠子好像跟人家不一样吧 这四月份才做了结肠 剪掉一段 对对对刚刚住了 太厉害不厉害啊 厉害 你们所以拜这个师父 你们不会吃亏的 你们到了要命的时候 师父一叫 我就算见不到你们 你们法生也来啊 那我先 你们最好少叫我 我很忙呢 对不起师父 跟你们开玩笑了 他现在说 我要学关心 不要有求必应 不过学不像 讲下去啊 他现在说我淋巴 很多淋巴 右面 右腿边上的淋巴 这需要还要化疗吗 我看看啊 你已经化疗过了 化疗两次 对我刚刚 就愿意逃出来的 还想厉害吧 感恩师父 如果不为心的讲 你呢 大概还要化疗两次 如果你许大愿 你不凶 你求求菩萨看 这几天 观世音菩萨都在 你好好的虔诚 许个大愿 你看看 你应该 如果不化疗的话 应该能够度过去 我看 现在 主要是防扩散 因为结肠癌 这个癌子 癌症已经基本上被控制了 没有什么大的动 就怕扩散 而且 有点不舒服而已 你现在的 肠子很不舒服 听得懂吗 对 像针扎的 那我 那我现在要多少 找小房子 还要放多少针 放生 一万两千条 好的 小房子 再念四百张 然后 要改脾气 改毛病 要忏悔 你曾经跟一个男的 两个人 作恶 就是说 两个人斗得很厉害 是的 现在他在给你下杠头呢 你们的师父厉害 师父 我那个核能活 肝胆肾上面都有东西 那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过去吃活的东西太多 听得懂吗 台上现在看你 不单单是肝胆肾上有东西 你连皮肤外面都长东西 听得懂吗 是的 肝胆肾上也有疙瘩 明白了吗 大腿的右侧也有疙瘩 是的 肚脂眼边上都有红疙瘩 你还要我看呢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你赶快了 现在那个往生奏 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那个心经功过怎么做 怎么做 心经就这么做 谢谢 谢谢 每天念二十一遍 这么做 大悲咒念 二十七遍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好好放生啊 要许大愿啊 好了 好的 谢谢师傅